贵阳和这个重庆他们的这个城县差就很大吗 这边贵阳是贵州的省会啊 是一个二线城市 也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中性城市之一 它也是全国重要的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城市啊 也是首个国家省岭城市 还是中国的避暑之都 也是最佳优质旅游城市 它这边整个贵阳市的占地面积不大 只有这个8034平方公里 见证区面积也不算很大吧 是374平方千米 当然现在应该比这大一点 因为这些数据都相对落后一点啊 它这个城镜肯定是在不太扩大的 常住人口有610万左右 2021年的GDP GDP是4711亿啊 人均GDP是7万7千多 下辖有6个区3个县 贷管一个县级市 简称这个宁城铸城铸城 在这个前中三元丘陵的中部啊 贵州省的中部 而这个重庆呢 它是我国的这一个直辖市啊 国家的这个中性城市 也是这一个超大城市 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啊 也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 国家重要先进这个制造业的中心 还是西南的金融中心 它的总面积就相当大的 有8.24万平方千米 就比这个贵阳的这个管辖的面积啊 大10倍啊 它的建设区面积也很大 有这一个1500多啊 差不多是这边的四五倍吧 常住人口也非常多 有这一个3200多万人 差不多是这边的 也是四五倍吧 五倍左右吧 它的2021年的GDP有27800多啊 人均GDP的话有86000多 比这边高个接近一万左右吧 人均 它这个下辖有26个区 8个线 4个自制线 啊 简称于在这一个中国内陆的西南部 从这一个大致的简介上 我们可以看到 嗯 贵州的这个省会贵啊 和这个重庆相比的话 重庆那边主要就是比这边大 要比这边大很多 面积大 建设区的面积大 人口多 就相当于 贵阳这边的plus吧 贵阳这边相当于是重庆的简化吧 包括这边的接近 我感觉这边和 重庆那边有很多地方都差不多啊 你看这周围也是可以看到群山 然后这边 房子啊建筑啊 重庆那边很多地方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别看它这个总体体量很大 但是它人口多啊 地区多啊 它这个分散下来 其实和贵阳这边大差不差啊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重庆那边虽然是直辖市 但是和贵阳 而且它是新一线大城 贵阳是二线嘛 但是它那边的人均GDP也只比这边高不到一万左右啊 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小的 大家感受一下 而且这一个重庆那边的大气候没有这边好 重庆那边是雾都 经常都是这个阴雨连绵的 就一直阴着下点小雨 阴着下点小雨 反正我去了三次啊 每次都是这一个阴雨天 很少在那边看见太阳 我在那边待一个月 也就看见过两次太阳 意思就是我去的那一天 有点太阳 然后一次就是我走的那天 有点太阳 哇 基本上都是在阴雨当中度过的 贵阳这边呢 太阳就比那边要多很多 感觉和别的城市差不多 半是晴半是雨吧 它这边海拔有1300米 海拔每上升这一个 100米啊 它的这个温度就下降0.6摄氏度 所以它这 相对于海平面那边的城市 它至少要凉快个六七度啊 所以它的这个 避暑胜地啊 就这么来的 你看它这边沉建 这也是一层两层往上面的 和重庆那边也差不多 重庆那边 它有的可能这一个 山更高 层建更多 可能这一层两层上面 还要三层四层的 所以它这边有点小重庆的意思 简化版的重庆 总体来说我感觉 大体层建和重庆那边大差不差 但是环境这边要好一点啊 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更愿意在贵阳这边 养老啊 养老 在这边养老会更舒服